作曲, 李鑫uppe etas interaction 春花 四年來,工作非常多 我把他簡單的分十五大項 第一個就是莫拉克重建 第二個是台東市焚化爐的問題 風飛沙的問題 電影城 熱氣球帶動整個的觀光 我们从太平西的环境整治 讲到整个台东县 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这个改善 我们招商 然后拼就业 社会福利的 辩民服务措施的 艺文教育 普雍马号 台九县现在的结婚曲子 我们在农业上面 做了哪些的努力 防灾救灾的战力的提升 总共这15大项 莫拉克 虽然过去4年多了 我们光是在莫拉克的重建 我们投入了将近40亿 从永久屋道路 7.7公里的道路 桥梁就做了8座 河川输进728万方 地方 堤防的户岸 农田回田的也有215公顷 你看看我们的那个永久屋 现在大概都很像那个度假村 基础重建做了很多 包括这个 冬64 冬66 68 58 做很多很多的这个道路 然后桥梁工程也是 金峰的拉弯桥 盐平的松丰桥 这个拉冷冷桥 我们总共做了8座 现在几乎每一座桥 现在都变成是一个景观桥梁 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要道 而且它还增加我们地方上面的景观 水利设施 这个是我们资本的金帅 那当时倒塌的情形 现在整个的堤防重建 我们加封地区也处理了25公顷的这个农地 复根 你看看那个农地的复根 从过去这个整个被冲毁以后 改善过之后的农水路 这些岛田间的农路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第二个是台中的焚化炉 这个焚化炉是87年跟厂商签约 成建年的最后一年 习青园上来之后开始动工盖了 请厂商来盖 盖好之后准备开始烧垃圾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付钱给厂商 当时讲好的是这样 但是盖好了之后啊 因为还有一些履烟的争议 一直没有让它烧 94年跟98年 尤其是这次的98年 厂商就说 那你不让我烧 我们来解约好了 中止合约 当时你叫我来盖的嘛 我也帮你盖好了 我也投入了二十几亿了 那现在你不要烧的话 你帮我买回去就好了 所以他就到法院去提仲裁说 那你给我二十九点六亿 你要不要烧随便你 你买回去就你的了 那么我上任之后 在一百年三月 法院的那个仲裁结果判断下来 我们必须要用十九点六亿 去跟厂商买回来 合约中止 十九点六亿 要去找这个钱 你不付那个钱 它开始可以处分你的财产 扣押你的银行的户头 每年五五%的利息 一年就要光利息要付它一亿 对台东的财政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最后我们克服了 怎么克服呢 我们去跟环保署讲 这个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备用厂 不是闲置厂 不是文字厂 它是功能正常的备用厂 那这样子环保署可以把过去 它答应我们 如果开始烧那二十一亿 逐年拨给我们的那二十一亿 还是给我们 简单的讲 我们跟环保署要了二十一亿 来付给厂商这十九亿 虽然这个要一次付 这个是逐年拨给我们 但是总算我们把 这个冲化炉对台东的伤害 降到最低 未来 这个冲化炉 只要我们继续保持垃圾分类减量 我是看不到这个冲化炉 营运的一天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把台东的垃圾 送到屏东去烧 比自己烧还便宜 把这个原本 对台东很重大很重大的财政冲击 可以说是把它完全化解 第三个是我们台东风飞杀 几十年来台东杀成这个风号 就像这样 在太平溪的出海口 每年到枯水期 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 东北季风一来 就把那个几百公顷的沙子 往台东市去吹 束手无策 专家学者来看都没有用 从一百年开始 我们投入自杀的这个工作 虽然北南西是中央管的河川 但是县政府跳下去 现在你看看 我们用这种工法 这个是用土蹄把水挡起来 水把沙子盖住 风再怎么吹 吹得起来吗 吹不起来 另外高滩的地方种西瓜 所以这样的方式 用很少的钱 我们可以把几十年来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封杀 克服掉 第四个是电影城 这个是原来的 旧的柴气各运 国产署的土地 在市区里面闲置 游民进出的地方 景观被破坏 然后整个旧战 没有办法发展 我们县政府跟国产署 来讲说 你来提供这个土地 我们来负责招商 一开始很多人在嘲笑我 说县长 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有电影城来台东 全台东县 一家电影院都没有 台东人要看电影 要到外地去 我上任之后99年开始 利用演艺厅 放阿凡达 然后这几年寒暑假 这样放电影 那么也让秀泰见识到 其实台东还是有 看电影的人口 最后秀泰来经营 在这边投入了4亿多 创造了500个就业机会 我们县政府 一毛钱都没有花 我们还有权力金 可以跟国产署分一点点 好 第五个是我们的热气球 这个热气球造成很大的轰动 各位台东只有 实际住在台东的人 只有16 7万人 但是这个热气球活动 三年来为我们带来 超过200万的人潮 你看这个我们的光雕音乐会 这个都几万人在这里 这个是实际的场景 在我们这个出炉牧场的上方 十几颗球同时在那边飞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空中的载客了 一个人8千块 可能各位会嫌贵 但是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 而且我们从明年开始 我们要常态性 只要天气好 你到台东来 重骨的高空 你就看得到我们的热气球 因为我们有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这个都是我们县政府的球 飞行员 这些飞行员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今年55家不同的媒体 报道到台东的热气球 提到台东的热气球 今年我们已经被邀请到澳洲跟越南去 办到真的是国际巡回赛的一战 第21战 在台东办国际巡回赛 我们的很多台湾的冲浪选手很感动啊 他们说以前要看这些国际一流的选手 非常困难 我们得自己买机票到国外去看这些选手 现在不是啊 不只是在台东的现场看他们 还可以跟他们同场竞技 今年你看今年我们这个冲浪组织的官网 上去浏览的人数 全世界上来看台东的这个官网的 超过2000万人次 我真的可以讲全世界都看到台东了 好米收东西 也一样 我们把客家文化的这个在池上跟在路眼 办得轰轰 非常的轰动 很多很多的人潮 铁人三项比赛 所以我们用这个休闲运动观光 切入得到很好的成效 我上任的之前 台东的一年的旅游人口 来到台东的400多万 今年到11月已经突破600万人次了 造成台东的旅馆的住房率 平均住房率 全国第三名 第一名台北市 第二名嘉义 第三名 没有错 就是我们台东 我上任之前 台东的民宿300多家 现在已经600多了 所以我们各行各业的营业额 也都大幅的提升 你看这几年 从529亿 到去年已经是674亿了 就是各个商家的营业额 这个是国税级那边提出 提供出来的商家开的发票 发票的金额 我们的环境也不断的在改善 这个是举太平溪这个例子 以前太平溪又脏又丑 又危险 所以我们整理太平溪 整治太平溪 并且把风里桥 做成是一个景观的桥梁 LED灯 我们路平专案 旗楼通学步道 这些我们都在做 资本这边的地区的污水处理 我们现在开始也走绿色能源 然后这个路野的新凉湿地等等 这个太多太多 真的没有办法讲完 凤田公园国际地标 堂场 堂场的这个围墙 前后我们都把它拆下来 里面把它绿化美化 太平洋的海岸步道 南回的这个地理廊道 另外一个 过去我们用生鸡粪 这个效果不错 很方便 但是造成台东到处是苍蝇 我们现在大力在推动观光 我记得以前那个 家家户户都是苍蝇的那种景况 如果让我们的游客来几次 现在网路这么方便 到处都是苍蝇那种的样子 脸书上传一传 台东的观光大概就破功了 所以从去年开始 我们鼓励大家 生机分开始要管制 不能够直接这样生机分就去使用 因为那个违反了相关的 这个环保的这个规定 一方面 在生泳那边开始栏茶 因为生机分是废弃物 你要处理废弃物 依法你是要申请的 那么同时我们 开始每一包肥料 补助我们农民20块钱 然后让大家开始 试着去改用不一样的肥料 现在我们的生机分的污染 少了五千多公顿 果农使用的这个生机分少了八成 世家的部分少五成 姜少了八成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现在普遍台东的民众都告诉我 县长 这个比赛 让各个乡镇 各个村里 都可以动起来 环境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来爱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随地丢垃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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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